说一说五老星好了 现在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五老星后面 五老星有非常多值得说的东西 我们先说1030计划的体现出的一个可能 就是五老星明显是存在这个 也不能说等级 存在这个老人跟新人的 因为站着的那个就是金发的那个 五老星在后面问有一个明显的画面 大家可以去看1037号就这个细节 就这个站着的金发五老星 在问作者的那个光头的那个五十五老星 和另外一个光头的头上有斑的 那个大胡子的那个五老星 在问那他世界政府 为什么要隐藏那颗传奇果实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个剧情体现出的可能是 这个金发五老星是没有前两个 比他更老的这个五老星知道的多的 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是上任最晚的 一个五老星 所以这个剧情体现出的可能是 五老星并不是同时上位的 五老星应该是一个一个又一个 分别就是先坐到五老星这个位置上的 可能原本最早是五个五老星一起上位 然后后面这个在这个整个一系列的历史上 之中有的死了 有的卸任了 有的就是又又上了上位了 那这个金发的五老星可能就是最后一个 刚刚上位的一个五老星 所以他知道的肯定没有其他五老星知道的多 所以才会像其他另外两个五老星问出那样的问题 对所以这就是1030计划 有关五老星就是提现出的一些可能吧